好4月份呢强政是重创了花莲的观光 大减了民众来到东部旅游的医院 让住宿以及餐饮的业绩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那么其中呢就有民众因为强政退订民宿 但等了一个多月都还等不到退款 业者甚至是不读不回讯息 那么处理的态度是非常的消极 让民众气得来po网 那么经过查证还发现 原来业者是非法经营 花莲马路空荡荡除了本地人外 几乎看不到观光客身影 不是退房就是还在观望 网络上就有民众抱怨 原本预计4月4号到7号要到花莲旅游 却碰上0403地震 向民宿业者取消订房并办理退款 怎么知道一个多月过去了 却没拿到款项 也没有确切的处理日期 我地震然后就是说 我说我如果转好啊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尽快处理 业者表示地震后有很多退房退订要处理 也一直跟民众保持联系 唯独漏掉这一笔 今天早上已经退钱给民众 是真的太忙 不是故意装杀 打给他 他有说他要帮忙 他说 他说 我先暂时删文 我不知道 可是我已经把钱转给他的 不过案外案这间民宿被查出 并未合法登记被县府开罚 加上现在完全没有客 所以民宿也准备关闭 放眼整个花莲旅宿业总房间 大约8000间 地震前预估订房率还有达到6成 而403正后订房率退到不到一成 平均每天退订房间达4000间以上 业者都盼望县府能够提供协助 县府这边也和合法的旅宿业者 来沟通 要让这些旅客可以无条件的退费 及延后 至于这间非法的民宿 我们县府这边已经稽查跟开罚 地震过后 许多连外道路市区大楼都还在修复当中 民众不敢来 也大大影响花莲经济 记者综合报道